我們來講說這位匿名可不可以是多土的樣子 沒有就是地球至上 地球至上 地球優先 我們多想一點地球 我知道之前這個概念的展覽 在台灣很多不同地方舉行過 在台北、台中、高雄 過去展出的是40樣不同的作品 台北不一樣 高雄是50幾件 台北也是50幾件 台中比較少 那這邊因為 因為我不是全部用萊卡拍的 其中有一半是萊卡拍的 所以我把萊卡的部分都拿來了 所以這十四張都是用萊卡相機拍的 應該有二十張吧 十四張 那有十四張 我們來看一下500的一些作品 我們可以看看一些照片 從這個展覽的展覽 這是一個詞 我們真的要求 我們真的要求 你寫這個的時候 你也是用英文出寫 當然啊 我覺得很有意思 我不是說英文 我認識也 真的 真的 因為 可以 《ーー-lost in the wind》 《Bark-dielan》的歌 我就是 匹匹 完全理解 所以沒有這種翻譯 我覺得你寫歌詞什麼也挺有詩意的 Yeah, I'm a poetry 他就是詩 其實詩人是 poet 蛤? 詩人是 poet 這是 my poet 好,我們看一下五百的照片好不好 Let's have a look 這是翻譯嗎? 後來 前面那個是 英文是我寫的 中文也是我寫的 我兩種語言都會 OK 這個很厲害 三種啊 還有你男語 這裡你寫的是說 這是一些從2006年到現在的一些片段 我知道你拍了起碼有幾萬張照片 這回的五百跟之前兩種書裡都看到的作品 應該有蠻大的差別 之前是為了出書去整理的 這一個是為了攝影展來整理的 好,我們來看看其中的一張作品 可不可以給我們介紹一下 這個齁 這是台灣的一個很typical的停車場 你看到的是什麼?水泥 還有箭頭 箭頭是什麼意思? 為什麼有箭頭? 因為都是水泥嘛 為什麼? 為什麼有箭頭? 就是你要向上沉淪或向下沉淪或向上提升 這些都全部 這是在台灣拍的 是 大部分都在台灣拍嗎? 還是有些是在 沒有,這一次MORE Earth全部在台灣拍的 之前是? 我認為攝影是這樣子的 它應該要有 你應該有從那個照片看到 那個照片背後的那個地方的故事這樣子 所以這是在高雄拍的 我們看看第二張 背後有什麼故事 地鐵站的入口處 對 這個是高雄的一個最新的地鐵站 我會拍這一張是因為 它這個都是花 都是土 都是土 就是都是土 都是花 都是土就是花 然後我覺得這個是應該是要這樣才對 就是它不應該是很 很硬方方的東西 很水泥的東西 它應該要有多一點的土跟花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有詩意的感覺 感覺也在反映出一種人造的環境 是 一種結構 我們看第三張 這就很不一樣 這是在嘉義拍的 很老家 那個嘉義的海邊 因為過度抽取地下水 所以土地下陷 所以這個房子 本來這邊都是土的 結果水都淹起來了 所以這房子還是這樣子 這個是海邊的 它本來應該是土的 因為我們過度抽取地下水 那我覺得這張是有 有那個也是有詩意的感覺 這樣子 我在猜想如果這張是用彩色來拍的話 那個感覺完全是不一樣 當然 我們看第四張 這是 你是我的花朵演唱會 我就 你一說我就想到舞蹈啊 那首歌啊 所以 所以這是我的舞台 那個是四面台 然後這是我的效果器 終於一朵花這樣 這就比較接近你的工作環境了 對啊 那我們可能比較難看到 比如說幕後的一些情景 這些在你的照片裡頭 你都會躲在我台後面拍一些照片 蛤 就是在你的攝影系列裡頭 會不會拍一些你工作的狀況 嗯 我還有工作的狀況 對 沒有 因為這個是Morris嘛 所以我希望有一些 跟 跟泥土跟 跟自然有關係的 所以我把它放進來 舞台設計是花朵 對 所以還是緊扣那個主題這樣 是 OK 我們看看第五張 喔 這個是我最喜歡的一張 這是Morris開始的這一張 為什麼呢 因為這是嘉義 也是我的家鄉 那個人根本沒有很多 結果 結果政府一直拿錢 一直蓋 一直蓋大馬路 一直蓋沒有用的人行道 根本沒有人走 就是 那麼大的一個人行道 在高鐵站 那麼大的一個人行道 然後 就一個人 我覺得那是沒有必要的 不應該這樣 有沒有在新加坡有機會拍過照片 啊 新加坡有 有 我有拍一些新加坡的照片 那個 我的IP給我 我特別帶來了 哇 這是 這也是用來卡拍的 OK 很獨家耶 在敲駁拍的一些照片 因為我到每個地方 我 不可避免 我一定 不是不可避免 我一定會找時間出去走一走 那新加坡對我來講那個 烏捷路 烏捷路雖然很多觀光客 但是他可以看到新加坡的縮影 因為他那個是新加坡的那個 宗教動物 就對了 那 我在旁邊拍到幾個人 這個是 這是我的幽默 我拍照的時候 都會有一些 我自己的幽默感 這是一個 人啊 然後他鼻子上有小人啊 所以那些人都變成鼻屎了 所以那些人都變成鼻屎了 有蜘蛛從鼻孔一頭跑出來 我覺得你的幽默感 這件事滿 滿獨特的 哈哈 趕快講一下 不是 這個是 這個是 他在賣這個 路邊的那個 在賣那個小 你丟上去他會滾下來那個人 可是這個是我的 這是飯店 啊 我最常去的就是飯店 這個 這是飯店 還有 還有這邊 從這邊開始 這個也是飯店 這是新加坡的飯店 有歌迷在的話 就知道應該更衝到什麼地方去 這是近期拍的嗎 這個好像是這一兩 近期拍的 就是最近我 我如果 這個 有沒有 你是去夜宵的吃後 去拍的 是是是 我任何地方我都可以拍這樣 吃了海鮮之後 然後就到這個地方去拍 就是我們慶功業常會去的 這是 這是什麼 這是那個 滾石山石的 舞台下面 後台 第一張 舞台下面 舞台下面 舞台下面的鋼匠 第一張 應該是在 冰海儀式中心那邊附近 或者酒店附近 然後 之後有拍到酒店裡面 剛剛那一張 應該是在 Tiong Baru拍的吧 在講Tiong Baru的那個 走吧 就差不多像這樣子 OK